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家团员一起聚聚 吃吃总之之后有龙泽比赛 咱们去看看 去年这个去年了已经 很多年代都这样传下来的 还有没有我们在家门口就是挂这个哀呀 你们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哀草 哀草我们家门口都挂哀草 就是避血去丑 家里面挂艾叶 挂艾草 做香袋 然后呢挂在房间里面一防蚊虫又香 就是在家里一起吃个粽子 然后吃个团圆饭 不然我记得在我们那边一般都是回家看我老人 老人节嘛 好人的话就身体健康 开开清新 团团圆圆 我们门口挂点艾叶 就是小孩们手上编点五彩绳 以前我们家姑娘小的时候手上编个五彩绳 脖子上挂一个那种药包 有时候大家谁买了五彩绳多的话就给你也弄一个 他也编一个 有的人手抢了编出来好看一点 什么赛龙舟啊 这些都是因为纪念 纪念那个去年端午 火节 我们在家里都包东西 以前会 现在不会 现在不包了 现在很简单 现在种子到处都有 一年四季都有 那肯定不会包啊 肯定是自己买啊 我也是自己做的 是吧 每年 就是买的新鲜的这个种药包嘛 自己做 做出来很香的 最早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包粽子 现在嘛 人物质越来越丰富了 又反而不包了 祝愿大家现在都是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过好每一天 祝大家端午安康